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燕反弹,我是莉莉张信燕 今日的嘉宾是国际人权理事,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新先生 吴森您好 你好,大家好 中国经济造假,外界只能从股市观察 中国股民说股市是坟场,中国经济已经无药可救 甚至有人希望美国可以接管中国股市 网传习近平可能正在安排后市 如果习近平退居二线,将党的总书记位置样出来 只做中央军委主席的话 习近平的接班人有可能是陈明儿 无声 那是权源 不过中共因为什么都是黑箱操作 所以也很难说 经常是谣言都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 不过呢,我个人觉得 首先,习近平我看他的为人 他不会主动的退到二线 要是他退的话,那是被迫退到二线 那些反对派吧,包括邓小平 基本上就是强迫毛泽东退到二线 不过毛泽东也不是自愿的,他是被迫的 所以,过了几年以后,1966年 毛泽东就发动文化大革命 全面反攻到刘小平 把害死了很多中国人 我想,今天的跟习近平基本上也是一样 他是一个好爱权力的人 他是一个迷恋权力的人 你要他主动退出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有可能是被迫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点历史重演 现在是刘小奇的儿子刘远 代表红二代一直在逼宫 因为这帮红二代 他不太怕习近平 他们有他们的关系网 他们在军队里面有他们的关系网 在各个部门 国务院里面,在中共党里面 他们都有很多联系 另外,红二代的人 他们之所以叫红二代 他们的老爸通常都是共产党的元老 有些是已经去世了,有些还在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那些元老 虽然已经完 就是应该是无止一身轻的时候 可是他们从来不会放弃权力的 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滋味 可是还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牢牢抓住权力 因为共产党人从小就很快学会 有权作有一切 就是这样 所以我是不太相信那个 他在准备后事 他要准备的话是因为被迫的 是他的反对派在压他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想想 他只要有一个反对派 自己感觉到后台足够 不怕你习近平 习近平是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 为什么 人家说 嘿 习近平 你 你 全都是你管的 那个军委主席是你 党总书记是你 国家主席是你 另外 你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中央领导 小组 组长都是你 现在你看经济一塌糊涂 现在你看那个股市一塌糊涂 你要负责了 有人可能敢这样说的 你习近平 没办法 抵挡不住 因为贴一般的事实 另外 大家要知道 红二代 他们看到这些东西 直接影响他们个人的利益 他们也是股民 还是大股民 对不对 他们拥有的股份 不是像一个老百姓 是那么几万块人民币 他们是千 以千万 至于亿计的控股 是吗 所以他们 绝对不放过习近平的 他们有他们的办法 因为他们不同一般的韭菜 一般的老百姓 他们是韭菜 韭菜是没办法 包括股民里面 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 还是以上的 可是 政治的权力还是有限的 可是这红二代 他们不客气了 他们也是股民 还是大股民 损失惨重 都是你 习近平弄来的 所以肯定 他们在中南韩里面 斗的 真的是你死我活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有可能他们是逼着习近平 要准备后事了 听说就是 已经开始有一个接班人 明知我都忘了 陈什么 陈明儿 陈明儿 对陈明儿 对 这个全年了 可是陈明儿 他现在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所以 所以这个也是很 也不容易 甚至有可能 我猜有可能 那个 反习派 根本的不想 习近平来决定谁当接班人 因为他们害怕 你选的接班人 那肯定有点像你了 他们本来就不要习近平了 对吧 所以现在 不过呢 习近平因为他成功地把所有那个常委和那个政治局的人都换成他的人 是吧 所以为什么红二代心里很急 可是呢 要要推倒那个习近平还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呢 我看啊 红二代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人 他们的争斗心都是巨大无比的 特别是口里面他说为国家为人民 其实股子里就是为自己 所以当他们的股票选择惨重 他们肯定拥有的股票 有乘以三万的人民币就是燕瘦云山的征法了 对吧 结果他要算账的 他要算账了 所以 现在真的好戏在后头 是 如果习近平他又不能够像毛泽东一样 比如说毛泽东 他退居二线之后他还可以上来 他可以打倒那个刘少奇然后上来 但是习近平的话估计是 他又学不到毛泽东那样 估计是上不来 上不来他为什么不干脆 就宣布共产党灭亡就好了吗 对不对 哎呀 这个 这个因为他一直是迷脸权力的人 对吧 而他有一个误判 他的误判是什么 他以为我手上这个这么巨大的权力 就是因为有一个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权力 对吧 他是这么想 所以呢 要保住他手上的权力 他就想保住共产党 这就是他最大的错误 当然了 哪一天可能他心血来潮 有了一个觉悟 一个觉悟吧 像苏联的戈尔巴侨夫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曾经也希望会这样 我记得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 我一想 他老爸 习仲勋 受了这么多苦 在文革的时候 本来是革命元老 后来就被打进监狱 成了反动派 受进不少侮辱和结果 他应该会通定失通 会反射 我父亲这么一个革命元老 革命英雄 也有这么一个下场 这个体制一定有问题 他没有这样去想 他想错了 因为他从小也是被共产党洗过脑的 共产党洗过脑的人 都是迷信权利的人 大家也知道 中国共产党洗脑出来的人 是迷信权利 他们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权利 有了权我什么都有 有了权我什么都不怕 所以习近平他得出了结论 我爸之所以这么被迫害 不是因为体制有问题 是我爸不够厉害 在掌握权力 在弄权方面 没有到如否存清的阶段 我习近平 他从爸爸爸爸关系很好的 大家要记得 他不会觉得他爸爸不好 可是他以为他从他爸爸身上发生的事情 所学到的是弄权很重要 我爸当时就是忘了这一点 比如说他当着毛泽东面表示他不同意大跃进 他不应该这样做 他是一个弄权高手 他应该更加能够阳奉阴违 笑笑的对着毛泽东 坚决提起 关切自行 然后背后捅他一刀 那才是对啊 这都是今天的习近平 他也到处消灭人员 包括以前的刚刚上演的时候 那个什么博士来啊 周永康 他都是相恋人员的对他嘛 然后好好做好准备 然后背后插一刀 我告诉你 在这方面他是有两刀的 他是一直很成功啊 一个个被他从后面插一刀的 一个个倒下去啊 这是千真万绝的 所以可是呢 这些红二代啊 我看他们也吸取了造讯啊 所以他们呢 现在是以亚玩亚 以眼玩亚 有很大红二代的人 也是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也是坚决积极 啊 关切执行 习总书记的指示 那么要好好学习习 习近平思想啊 不是这么说了 可是背后也是同习近平一样 他们也学了 他们背后再磨到祸祸祸 然后再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地点猛擦一道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正常情况 对 没错 讲得很正确 那习近平看来 他退居二线 可能就是不是空穴来风啊 不是 因为他角色是西面楚国 他没有一个领域是做好的 真的 你看经济一塌糊涂 对不对 然后国际关系一塌糊涂 他的奸狼外交 是他的那个伟大发明吗 用一个战狼外交来对付民主国家 也是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 可是如果那个陈敏尔他上了之后呢 那体制也是这个中共体制啊 他换了一个人就会好了吗 不会的 所以我一直提醒大家 问题不在于习近平不习近平 我一直都说 很多人觉得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比现在好 是啊 为什么 那是因为邓小平决定要韬光养晦 什么叫韬光养晦 就是我们那些不好的东西 不让人再看到 不让人再看到 先藏起来 对 藏起来 然后呢 等待时期到了 我们才拿回去 之前我们要消灭名人 讨好美国 讨好西方 讨好日本 让他们的基金都好好留进中国大陆 让他们的技术好好地给我们透过来 当我们强大了 那我们就不用韬光养晦咯 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战狼的威风 习近平以为到了他那个时候 就是要展现那个战狼威风的时代到了 所以他就打搞战狼外交 大谈什么 你们美国没有及格 说三道四啊 你们应该亲我们的 哈哈哈哈 讲了几次就现在不敢讲了 哈哈 现在给美国打嘴巴打了好几次了 打得挂挂响的 所以另外美国人他也不像共产党那样笨 整天就是要面子 北方人都说了嘛 共产党是要面子 人家西方是要离子 离子是里面的东西 他们是要表面的 共产党你给他面子他高高兴兴的吧 可是西方人讲的是他要的是实际的东西 哈哈 不是不是面子的东西 所以现在中国的那个外交问题非常大 真的很简单 你告诉我哪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 愿意同他们站在一起啊 没有啊 他是过街老鼠啊 愿意同他站在一起呢 就是有点所谓举足轻重的 就只有那个俄罗斯 是吧 一来一点点吧 也不是很强 是吧 其他都没了 都是那些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那些很穷的国家 他们开始 我看他们开始也远离中共 因为为什么 以前他们都是中共的那些酒肉朋友 不是真正的朋友 中共给他们开支票 给他们钱 他们就称宋道帝 可是现在中共没钱了 那它才不管你是兄弟还是不兄弟了 所以要是哪一天 美国可能给他们更多钱 它就立即可以转向 就是小国重国就是这样 没错 所以缓原呢 永远是走不远的 就是缓言你 你再重复 重复一百遍一千遍 那缓言就是缓言 它是走不远 始终呢 是不是会被那个西方国家呢 都都拾穿呢 都知道中共的本色是什么了 假恶斗啊 中共所谓的脱败胜利是吹出来的牛 无论习近平怎样努力 以无力回天 中共败局已定 将走进历史的垃圾场 事态将如何发展 我们将继续关注 今天的信念访谈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 多谢吴先生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上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